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华语及第一册 辩法法新论讲记 我们讲到第279页 也就是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有情界的共 有情界所共的弃经法界 这是不是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第二个部分 因为这个名言 因为弃经法界是不是要透过名言来 比方我们在这里 比方我们现在在这里 同样的环境 在台湾 新竹 永修 金社的大殿里头 是不是这个大家共的 然后以人的身在这里 这是不是共的 然后同样在听经文法 他还是共的 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语言 比方我们现在是用中文 在讲这些 弃经法界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共的 但是到第三个 这个是不共的 我们每一个人吸收到的一样吗 不一样 他跟我们的内侍 为什么叫内侍呢 就是数世节以来的 善跟因缘不一样 善跟因缘比较充足的话 吸收是不是多一些啊 理解会多一些 少一点的呢 他理解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不大一样啊 就像我们讲佛陀 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己 这个是不共的 这是属于不共的 当然是我们一样都是 依着这三大类来转移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依着 有这样子的空间啊 也要有人 对不对 要有佛陀 为我们所说的法 然后我们每个人吸收的 各有不同 所以是不是也影响着 我们的修行不一样啊 有的人很入心 他就依着佛陀所说的 来修行 来修正 那他所表现出来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的不共 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这里呢 其实都属于共的 共同的转移 但是我们也有不共的转移 这样理解吗 所以会有依跟了别 种种 还有戏服 解脱 九世 有九件事情 我们对苦乐的感觉 也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所依着我们的那个 素质的善跟因缘 也不一样 我们的了别的程度 是不是也不同啊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转移 就是依着这三个来转 那就看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这些是不是都要透过转移啊 整个过程 其实都是转移而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高度 其实都不甚相同 那其实都是透过转移的方式 一直到圆满 终有一世圆满 只是我们不用去问说 啊 还有多久到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太遥远了 我们一直问一直问 就很难抵达 因为我们会有怯弱的心 所以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只管做就对 只管往上爬 只管累生累世的去累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累积出来的都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本钱啊 我们有共同的 但是也有不共同的部分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要误入什么 对象物体 就是这三件事 误入这三大类 要误入这三大类 所以我们说那个 弃经法界就很重要 它是属于法界等流种 这些是不是要正确啊 这一定要正确 我们修行上才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才有机会慢慢往上提升 如果那个错误 那就糟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也要有大家共同一起的所建立的一个共识 那当然以现在来说 尤其我们汉传 那就是以应顺导师的著作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依据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是不是也是共同认定的啊 千万不要去找那种很奇奇怪怪不知道从哪里出来那个书 然后就哦我就要根据那个书去修行 那可麻烦 那个可能是错误的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是错误 一旦错误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 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 可能还不一定回到正道上就麻烦了 而且不是只有这辈子的问题的影响累劫累世的未来 那可麻烦了 好 所以我们讲到第279页第二段 有没有 老师也做了一个比喻 我们其实正正好去日月坛 日月坛怎么好 如果没去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 只有听说而已啊 那一旦不知道 我们也不想去观赏 但是去了之后 我看拿了很多 照了很多相片 拿给我们看 那那个都还是影像叫影像 有一个印象 那也是诱导我们去的一个动机啊 对不对 那么就引起我们去 于是我们就要打听清楚 到底要怎么走 怎么样子去 到达那里的时候呢 他的那种美 那种漂亮就不是语言文字了 那是不是就 哇一生可能连哇都不用了 对不对 那叫做绝诸昔了 所以我们过程中也是 到达圣者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是平等 平等到无法言说的地步 那我们也是要依着这样子 去怎样 测发我们慢慢慢慢的 清楚我们去的道路是对的 那不管走多远 我们就不会犹豫 不会彷徨 不会跑到别的路上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确定这条道路是对的话 那我才可能累劫累势的去怎样 累积嘛 那终有一天能够到达 所以到达这个真如法界的时候 是离言不可说 那是无法言说的 但是呢 过程是不是还是要依据 佛陀所说的这些言教啊 因为名言本身是共的 我们也才有沟通的机会啊 所以佛陀所证得的这种真如法界 佛陀验证悟了平等法界 真如法界 来说的话是离言不可说 但是佛陀还是用慈悲方便的方式 从自证的法界流出什么 言教 我们还是要依据佛陀的言教啊 要依据佛陀的言教 在佛陀来说呢 这个就是真如性的显现 不过到了我们众生的心中 它还是成为一般的语言文字啊 那就看我们每个人众生的根基 善跟因缘不同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体认 那佛经过于世界所有的各种学术 如果只是一般的语言文字来讲的话 跟学术界的这些语言文字就没什么不同 如果只是把它流于语言文字 所以我们说佛学跟学佛不大一样 对不对 学佛是要有宗教情操的 那透过佛学而让我们增长的深度跟广度 让我们能够游刃有余 但是一定要有什么 宗教情操 不是当作一般的语言文字 那也不过多一门学问罢了 那还是世间法 那个都还是世间法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去体悟到说 佛陀这是从证悟真理而宣扬出来 是要引导我们众生能够转迷项物 这种功能的话 那我们听到了法界等流的契经 就在我们众生虚妄事当中 会熏习出一种出世的种子 就名为什么 文熏习 所以我们说 佛陀虽然用的是世间的语言文字 名言种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 那个是一个引导我们向上向善 从世间法而出世间的 很重要的种子的时候 那我们如此的去体会 就是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理解 而且还要付诸于实践 这是要透过生命的实践 不是只有听听 所以我们说佛法它绝对不是哲学 哲学只是想一想 讲一讲 跟实践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佛法是不是要跟实践结合 让我们从世间而出世间 所以透过文熏习而成为出世心的种子 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就是出世 世出的能力 世出的种子 这个是不共于其他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觉得人 身为人很辛苦的 所以希望我来世比这一世更好 所以就很想去哪里啊 去天道 所有的宗教都离不开天道 都把希望放到天道去 对不对 基督教 天主教是不是也希望上天堂啊 我们道教也是 中国的道教也希望能够成神成仙啊 与化而登仙 是不是 唯有佛教 并不认为到天道好 反而要能够 能够去体会人道的苦 才懂得修行 所以佛教不是离此生彼啊 所有宗教都是离此生彼 离人道而到天道 佛教不是 反而在人道里头去体会人道的苦 也因为知道人道的苦 所以自己才懂得修行 也因为知道人道的苦 才有机会行菩萨道 去帮助更多的众生 那这就是一种什么 释出的 释出 出世心的什么 种子 闻熏习本身就要去 熏修成为出世心的种子 那更何况还要有思 思的熏习 所以透过闻而思 思而修 那出世种子的力道 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啊 就会从有肉而转为什么 无肉 终于引发现行的无肉智慧现前 那个就是宪政慧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宪政慧是出世的慧 因为我们的这种慧是希望向上向善 那么不只向善还要向上 脱离世间的束缚 所以在宪政慧的当下是无漏智慧的现前 而我们要能够证得如此呢 的过程还是需要语言文字的 所以需要的是弃经法界 所以弃经本身是不是也是语言文字啊 这些语言文字呢 以我们凡夫来讲 还是不理我们的虚妄分别 确实可以去破除名言的执着 我们应该要去破除 我们要善用名言 因为名言是我们共通的 也才有机会从佛陀那里去 摄取到佛陀所对我们的教导 教导嘛 但是我们还要去破除名言的执着 要能够善用名言 要知道名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可以打造波瑞船从此岸到彼岸去 虽然到彼岸呢 能不能上岸是要放下船才能上岸 但不因为我要放下船 所以我不用搭船那就错了 是不是还是得搭船啊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虚妄分别当中呢 我们要有转化的能力 要有转化的能力 而不是依赖着语言文字 然后任何的语言文字都不能有任何一字的篡改 那是错误的 因为要依而不依欲 有没有 是不是要依着那个圣生法义才是可贵的了 语言文字本身还是不够圆满到 能够完全的叙说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转化的能力 所以这种转化就是一种智慧 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所以我们都是要依着法界等流的契经 而来怎样文熏习 思熏习乃至到修的熏习 对不对 等到究竟成佛 先有宪政会 之后才是登地的菩萨 到二地三地 一直到十地的圆满 乃至到究竟成佛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弃经法界 真如性转一 这样懂吗 也就是我们依在 弃经法界当中 转我们的有够的烦恼 为清净的真如 这是不是要转啊 有够的烦恼 那个烦恼本身是够染的 够染的烦恼 而成为清净的真如法性 那这是不是都透过了 佛陀的言教 因为用言教呢 它能够更精准而正确 所以在原成实性当中 有四种清净 四种清净里头的 生此境清净 也就是成佛的境界 佛陀已经生此境的清净 那是佛陀的言教 因为佛陀也是因为有生此境的清净 回头教我们 回头来教我们 所以经典的法义能够生起 无二智慧等 要能够无二 有二是不是就落入世间法 无二或者叫做不二 中到不二是不是就是在超越世间法 其实就是一种超越转化世间法 初世法它本身是清净无漏的 而我们世间法是怎样 杂染有漏 但是我们还是要依据我们的杂染有漏 来转为 一 杂染有漏 转为清净无漏 叫做转一 是不是就叫转一啊 而从凡夫一直到成佛 是不是也透过转一 所献出来的原成实 也就是真如 所以这个无二智慧 就是智慧的境界 虽然它也是名言 却是属于什么 清净法 这种清净法 其实就是原成实性 原成实性 也就是真如法性 所以这一段讲的是不是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 尤其第二个部分呢 是让我们从 我们的共当中 去熏习 而 所展现出来 其实每一个人都还是不共的 是不是 每个人的程度 善根 因缘的那个是不是还是不共 所以第三个 并诸非所共 也就是不共的 是有情界的什么 内侍 这个就是我们的善根 这个就是我们的善根 因缘 那真如性 是不是也可以转一啊 转我们 这个有漏的 有漏的染世 成为无漏的真如 所以有情界的这个不共 那么有九个不共嘛 对不对 有九个不共 所以在不共的有情界里面 就是以有情的内侍为主 所以这个内侍也等于说 是我们素食节以来所含藏的这些因缘种子 因为欧赖也是里头是不是有持种意啊 这些都藏在哪里 赖也里头啊 尤其像依啊 了别 我们是先从依了别开始 所以依着我们的五根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根深啊 我们其实也依着我们的奥赖也是嘛 来了别这一切 所以我们的这个了别 是不是也是让我们理解弃经法界啊 那也要透过 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透过 掩饰 耳饰 鼻饰 舌饰 身饰 义饰 乃至于还包括了什么 这个莫纳饰 奥赖也是 对不对 八饰 那八饰里头呢 有能取的转饰 能取 本身是主动的 能取的 那转显成真如性 那这些真如性 是不是就是圆成实性啊 所以这是第三类的转移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第276页 有没有 误入物体 也就是要误入这三 误入对象 什么样的 就是依着我们的什么 总说就是依着赖也 总的来说 是不是就是赖也缘起啊 分别的来说 分成三大类 看到吗 三大类里头 是有共的气戒 是 对不对 第一个 是我们的正报跟仪报 第二个呢 就是佛陀所说的 气经法戒 法戒等流种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善跟因缘啊 所吸收到 所转化的 是不是也各有不同 但是 都是帮助我们 从有肉的杂染 而转成清净的真如 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都叫做转一 这都透过转一而成 这是第二项 那第三项呢 在第二百八十一页 误入树取去 树取去 我们看一下本文 说初二 为诸佛集诸 菩萨众 真如性转一 后意通 原觉集诸 通声闻集诸 读觉者 初二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跟第二 第一是误入自性 第二是误入物体 这两者 已经包括前面的二项 第一项跟第二项 那现在这个是第三项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三项呢 叫做误入什么 树取去 树取去 何谓树取去呢 其实就是 所谓的始法界的终生 有六道 有四圣 那六道有时候简化成五去 对不对 神了欧修罗 那四圣呢 就是包括了什么 神闻 圆觉 菩萨 跟佛圣 那么也就是说 转一呢 都是些什么样子的人 哪一道的众生呢 其实呢 也都比较是什么 圣者 所以这里的数取去 是不是都 都在这四圣里头啊 只讲到这四圣 当然这四圣 是从人道而来 是不是就是从人道而来啊 天道比较少 因为天道 福报太大了 不容易修行 三恶道的众生 又没有智慧可以修行 因为他们只是偿还夜报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也就是说 转一都是些什么人呢 是哪一道的众生呢 那通俗的来说 也就是透过修行 得以转一的友情来讲的话 大概分别为 初二 也就是上面的这三类 转一当中 的这个转一 属于诸佛与诸大菩萨 的真如性转一啊 因为前面所说的 都一直到成佛的转一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要能够侮辱自性 还要侮辱物体 的侮辱物体里头 是不是就是三类转一啊 共弃界势 及弃经法界的转一 所以这三类转一当中的 这两个都属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诸佛与诸大菩萨的 真如性转一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要能够正得涅槃 要能够正得涅槃 是不是有三圣的差别啊 生闻原觉 菩萨 其实都要经过 涅槃 对不对 我们这条线上面 是不是第一大奥生 奇节的关键就在 有没有正得涅槃 生闻原觉 就是因为正得涅槃 而后解脱 对不对 正得涅槃的当下 还要七来生死 这是初果 二果是怎样 一来生死 三果不来生死 四果就可以不受后有 是不是就可以解脱了 菩萨呢 是忍而不正 所以菩萨为上 善用忍味 那丁忍是第一 是不是也有忍啊 而我们说 凡夫菩萨也是从 生祥忍到柔顺忍 那也至到什么 第二大奥生奇节 圆满的无生法忍 是不是都用忍味啊 忍而不正 忍而不正 那总说呢 正得涅槃 有三圣的差别 身为圆绝 的圣者是没有净土 为什么没有净土呢 因为他们都是自我了托 跟众生是比较无缘的 所以他也不去造就 他的什么所谓的净土 所以净土呢 会是诸佛菩萨圣的什么特法 因为诸佛菩萨 尤其行菩萨道来说的话 不仅解决烦恼账 更要解决所知账 对不对 不仅是分别我执法执 是不是还要聚生我执 还要聚生法执 所有的法执 是不是都要能够去除 才能够成就净土 所以呢 二圣人的修行 着重在断烦恼得解脱 也就是身闻原觉 那专于自己身心的毅力呢 不大注意什么 坏界 他只重视自己而已 能不能自我了托 是他所重视的 所以在众生 在自我之外的众生 不是他所关怀的 所以我们常说 所谓的小圣行者来讲的话 是不是悲心不足啊 菩萨呢 要悲至双云 对不对 身闻原觉 他还是透过智慧 来怎样解脱的 但是他的悲心 比较不足 所以呢 他就不大注意外界 也没有要使外界 清静的动机 他只要使自己清静 自己能够怎样 能够解脱就好了嘛 所以他比较不发怨 而且功德也少 所以呢 以身闻原觉 圣来讲的话 他不会去建设 他的净土 好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呢 是以 是以解脱为 以什么 身闻为主之 解脱同归 我们说 佛陀 在世的话 应该宣说菩萨道啊 但是呢 我们说 众生的根基 不契合的时候 佛陀是不是也没办法 说菩萨道啊 因为 众生难免 有素世节以来的 自私自利的心 当我们听说 某某圣者出世 能为我们解决 困难 我们所想的 是不是自己的困难啊 比较想 比较很少想到 别人的困难 然后忘掉自己的困难 很少 因为我们自私自利嘛 都想到 哇 他能够帮我们解决困难 一定是先解决我的困难 然后其次才是别人的困难 所以佛陀在世的话 还是以解脱 以身文为主 只解脱同归 所讲的 还是以解脱道为主 那个并不是 佛陀的本怀 所以我们说 纵然佛陀在世 都还不是畅佛之本怀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佛陀本身 有没有主宰的特质啊 也没有啊 佛陀也不能说 我要宣说菩萨道 就一定要讲菩萨道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那讲菩萨道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没想到菩萨道 要等到四五百年 我们这些众生才明白 其实佛陀所要说的是菩萨道 竟然要经过四五百年 所以我们说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 都比较呈现的是诸大欧罗汉所建的世界 那他们所建的会是什么 杂染的会土 就像维摩结经 舍利佛尊者也讲 他所看到的是会土的世界 是有种种的荆棘土石 是不清净的 跟凡夫所建的是一样的 所以呢二圣他是没有净土的 是没有净土 但是呢因为诸佛菩萨 他有弃世界的转移 诸佛菩萨有弃世界的转移 对不对 是不是有依报上的 所以他才会成就净土 诸佛菩萨才会成就净土 那因为佛有究竟的净土 这是不用说 菩萨就算到了出地以上 也还有一份的净土 因为能够证得佛陀的法身的一部分 也是一份的净土 所以到了出地菩萨以上来说的话 都是已经证悟了真如法性 出地菩萨就是证了真如法性 才叫做出地菩萨 那这个真如法性 也就是无分别致的先前 断除一分的不净 就能够见到佛陀 他受用净土的一分 清净 在佛来讲的话 是他受用土 在菩萨来讲的话 是菩萨自身的庄严 清净净土 也就是佛陀 他化现什么 三身来度化众生 对不对 那这三身就是法身 报身跟什么 化身 对不对 法身 报身 跟化身 法身是佛陀的自受用身 佛陀的法身呢 可以让菩萨来他受用 他等于是从这里 他受用 不过这种 是属于佛陀的他受用身 对菩萨来讲是他的自受用身 这是佛陀的自受用身 这是佛陀的自受用身 但是菩萨的自受用身 是佛陀的自受用身 是佛陀的自受用身 也属于法身的他受用身 那化身呢 那化身呢 就是地前的菩萨 所受用的身 他是属于地前菩萨 所以这里就讲到 报身是佛陀的什么 他受用身 是佛陀的他受用身 但是对菩萨来讲 是菩萨的自受用身 第282页 第2号第3号 所以那个 我们刚才也讲 共器界势 他是转了杂染世界为净土的 是佛与菩萨的树取趣 树取趣呢 也就等于 那个什么 就是在哪一道 当然圣者他不叫做道 他叫做树取趣 也就是他的那个 这一世的完成到下一世 不断地去转化的 等于他的下世 他的那个来世 不断地去转化的 那个叫树取趣 树取趣 也就是在佛道 有佛道的这种感受 菩萨道 菩萨道是不是有菩萨道的感受 身闻原觉 都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这里的共器界势 是不是就是前面的那个转移 三类转移里面的第一类 第二类的转移就是什么 弃经法界的真如性转移 那也是佛菩萨的 因为都属于 叫做弃经法界 弃经法界也就是 禁虚空界 这都属于大圣法 大圣法也就是诸佛菩萨 所物证的法界 那透过他们的善巧方便 流布出这些语言文字来 所以在佛菩萨来讲 是他们的觉悟的什么 境界 所以属于法界等流 那么也是原成实为性的 所以这也是透过真如性的一个转移 那在声闻原觉圣来讲的话 这些语言文字 对声闻圣来说的话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都是虚妄的世俗法 因为他们在这些法界来讲 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不是他们关怀的 他们是关怀只有关怀到自己 自己之外的这些法界 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一旦没有意义 对他来讲 不过只是世俗的虚妄法而已 所以这种迄今的真如性的转移 只有属于佛与菩萨 只有属于佛与菩萨而已 身闻原觉都还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转移 所以前面我刚才有点不大对的 就是初二不是前面的两个 不是前面的误入自信跟误入物体 这个初二是什么 第一个就叫做共弃戒式 是第一个 是在讲三类转移里面的第一个 第二个三类转移就是弃经法戒 到第三个呢 是有情的内侍 对不对 有情戒的内侍 第三个 后 后讲的就是有情戒的内侍 也就是通了嘛 身闻及诸读觉者 他一样也可以真如性的转移 真如性的转移呢 身闻原觉者是不是也可以转真如啊 因为在出果的时候 出果是不是要真如性转移 所以呢 这种真如性转移的友情内侍 因为身闻原觉是不是也一样有内侍啊 善根因缘嘛 身闻原觉的善根因缘跟诸佛菩萨的善根因缘 是不是也不大一样啊 他是不共的 也就是身闻原觉他的那个重点 是不是就在自我的解脱为主嘛 但是诸佛菩萨不是啊 因为他们还是以悲悯所有一切众生为主啊 所以这个还是属于不共的部分 不过呢 因为身闻原觉的内侍还是可以获得转移的 还是可以获得转移 只不过他所转的比较在身空上的 也就是要达于我空 诸佛菩萨是不是还要达于法空啊 他的范围更大 所以呢 在通达我空来讲的话呢 那么有漏事不起 是误入法性 也一样要误入法性 也是真如性的一个显现 再倒数第一行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的心是 要能够圆满转移 也就是要真如性的显现 那要到圆满来说的话 就是要成佛才叫做圆满 身闻原觉是不是没办法达到成佛 那么高的境界啊 到四国 未入涅槃 也就是还未正出国之前 那这个也还是要透过什么 清净无漏智慧来转移 是不是才有机会入涅槃啊 乃至于到这个解脱呢 有漏身心还要涌灭 因为他能够不受后有 所以能够生死得到究竟的解脱 正得涅槃 那是深空的什么真如性显现 也就是我空 所以我们说身闻原觉 是不是就透过深空 或者叫做我空 的验证 自我可以了脱 但是诸佛菩萨不仅升空 还要怎样 法空 还要法空 所以他可以尽需空间 他可以去建立出不同的什么 依报来啊 所以有情内侍的这种真如性的转移 来说的话 那么身闻原觉是不是也能够得到 也能够得到 也能够真如性转移 所以呢 要能够了脱生死的关键 在内世界的 在内世的真如转移 关键是不是这个啊 其实要能够了脱生死 也就是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而身闻原觉是不是也通这份涅槃啊 尤其呢 这个他还能够达于什么 八地 依着分别 无分别致而证得无分别法性 这个也是身闻原觉能够证入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超凡入圣 是身闻原觉的什么 出国 二国 三国 乃至到四国 这里等于是七地 五地 三地 真的吗 初地 菩萨 他的值等同 但是量不同 所以我们说身闻原觉 他还是可以证到四国 这个四国 无生 或者怎样 相当于七地 或者叫做八地的菩萨 他的高度 他的高度是一样的 只不过量不一样 他这个量很少 所以他只要七来生死 一来生死 不来生死 是不是就可以不受后友了 但是他没办法到这里 他最多就只要到这边 所以成佛之道里头 身闻原觉是不是就到这里 而菩萨可以一直到这里 然后成佛 这是菩萨 是能够到最高的地方 对不对 到成佛 而身闻原觉 是不是只能到这里而已 身闻原觉 而人跟天呢 如果我们一直保留在人跟天 最多只能到这里 而我们说 就要透过人而行菩萨道 那就走直路 如果透过人而身闻呢 他就是回入型的 他可能可以这样子 回小向达 回入 但是如果人直接 这个就叫直入型 这是直入的 这是回入 他还要回小向达 那总说呢 四果 四果是身闻原觉里面的最高的 他也几乎可以到八地菩萨 其实差不多七地或八地了 严格讲应该是到七地 但是像华言经会讲到八地 那这个都是依着什么 无分别制 正的无分别法性 所以呢 这也是身闻原觉能够弃入 他也是透过转移啊 因为这里也都需要有真如性的转移 真如性的转移 这个过程 在这以下 真如性还无法转移 但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 然后来到这边 是不是就是真如性的转移啊 一直到究竟圆满吗 所以这种善跟因缘 是不是也都各有不同啊 也因为心量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行小圣法或者大圣法 但是他的直是不是都一样的 其实他的直是一样的 所以第三类的 叫做后裔通身闻及诸读觉者 也就是原觉者 所以第三项 是不是跟前面 跟那个 第三项呢 跟第二项 有很深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第二项里头 讲到三类的转移 前面两项的转移 是通什么 佛菩萨 第三个转移 善跟因缘呢 可以通身闻原觉 还有诸佛菩萨 对不对 这就是数取去的不同 这四道的众生 佛道 菩萨道 神闻原觉者的不同 都可以怎样转移 所以都是圣者 可以真如性的转移 那当然我们说 圣者是不是也要有 凡夫的基础 才能够到圣者啊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要储备啊 也要有能够储备 好 那第 接下来第四项呢 就是物入差别 物入差别者呢 为诸佛菩萨 为诸佛菩萨 严禁土差别 即得 智法身 报身 并化身 能普见 教授 自在成差别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物入差别 这个物入差别来讲的话 会有诸佛菩萨 跟神闻原觉者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差别 还包括一种殊胜 还包括殊胜 也就是 诸佛菩萨 比神闻原觉 是不是更加的殊胜啊 尤其他们的那个道路 是可以走得更 更高更远 对不对 身闻原觉 是不是还是有限有量呢 所以他们的差别 也等于是诸佛菩萨的殊胜 尤其我们身 我们前面也讲到嘛 诸佛菩萨 是不是有 庄严禁土的 这样子的 一个特质 因为他们 会有所谓的什么 共气界式的关系 并且在透过 弃经法界 所讲的 是不是也都是大圣法 因为尽虚空界的 所有一切 这个都是去除了 法障之后的 所知障以后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诸佛菩萨的 殊胜之处 因为不是只有 解决个人的烦恼障 是不是还要解决的是 尽虚空界的 那个所知障 法制上面的 不是只有解决我 只还要包括 解决法制嘛 所以 必然有这样子的 一个差别 殊胜之处 并且呢 佛陀 还能够透过 三生来度化 对不对 三生度化 所以呢 它是不共 是不共 是不共于 二圣的 所以在 第283页的 最后一行 有没有 也讲 诸佛菩萨的 转一与 二圣 是不是不同的 而且 也比 二圣的转一 还要殊胜的多 而且 诸佛菩萨的 转一呢 有哪一些 不共 二圣 第一个 就是它 严禁 或者 庄严禁土的 差别 是不共的 还有呢 它是 有三生的 教化 是不共的 是这 这二 二类 是不共于 声闻 圆绝圣 那也显示出 大圣 转一是 胜过了 什么 二圣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